不好了,吉尔纳竟然将妈妈带了过来。 康特的妈妈不仅坚持要在这里长期居住,更是声称这栋房子有她的一份。 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,阿祖法该如何应对呢? 欢迎朋友们来到康特和阿祖法的日常生活记录。 阿祖法对吉尔纳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和愤怒。 他打算将那些空心砖块全部归还给康特的妈妈。 绝不可能允许妈妈和吉尔纳在这里居住。 这房子与他们毫无关系。 就在阿祖法正在气头上的时候,康特的妈妈突然出现了。 妈妈一来就开始责备阿祖法,质问他为什么要和吉尔纳发生争执。 阿祖法不甘示弱,立即反问妈妈为什么要执意在这里居住, 再次强调这房子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 然而妈妈却坚持认为,这房子是他儿子康特的, 因此他理所当然有权在这里居住。 他还提到冬天即将来临,他们目前无处可去。 面对这种情况,阿祖法建议妈妈自己去租房子。 但妈妈却表示,他们现在经济状况非常困难, 没有能力租房,也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建造房子。 妈妈还不忘指挥吉尔纳,让他赶紧过来帮忙干活, 似乎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 阿祖法要求吉尔纳立即带走妈妈, 质问他们为何趁康特不在时擅自前来。 然而康特的妈妈却坚持要参与房屋建设, 甚至打算修理小推车。 阿祖法再三催促妈妈离开, 但妈妈以天气转冷, 无处可去唯有拒绝离开, 反问阿祖法是否忍心看着他们露宿山野。 此刻阿祖法内心焦急, 迫切希望康特能尽快回来处理这棘手的局面。 他强调这土地属于墨森, 妈妈和吉尔纳无权在此居住。 妈妈则追问墨森的下落, 表示要与他当面商谈, 并坚持认为作为康特的母亲, 他理应有权在此居住。 如今康特的妈妈已经知晓阿祖法的住处, 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栋房子。 阿祖法担心他们会日复一日地前来滋扰。 这一切的根源似乎要归咎于康特, 他本不该去探望妈妈。 然而, 作为孝顺的儿子, 康特又难以彻底放下妈妈。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, 导致阿祖法的生活陷入了不安与困扰之中。 康特的妈妈坚持认为这片土地属于他的儿子, 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有权分享。 他强力地表示, 作为康特的母亲, 他对这处房产有着不可否认的权利。 然而阿祖法立即反驳了这一说法, 他明确指出, 康特既没有购买这块土地, 也没有投资任何建筑材料。 你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权利在这里居住。 尽管如此, 康特的妈妈对阿祖法的论点充耳不闻。 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, 认为这房子部分贵他所有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 他声称自己现在已经购买了一些建筑材料, 他们必须在这里安家落户。 面对这种情况, 阿祖法的耐心已经耗尽。 他严厉地要求吉尔纳和康特的妈妈立即离开, 甚至拒绝了他们修理小推车的提议。 然而吉尔纳的态度同样强硬, 他直接对阿祖法说, 你无权干涉我们的事物, 这里就是我和妈妈的家。 吉尔纳打算开始混合水泥杀浆, 阿祖法立即制止了他, 不要碰这些水泥。 这些建材你们一分钱都没有出。 康特的妈妈听到这话, 立即插话进来, 你怎么能这样对吉尔纳说话? 他只是想帮忙建设房子而已。 阿祖法感到愈发不耐烦, 再次要求妈妈离开这里。 两人之间的争吵再度升级。 妈妈情绪激动地指责道, 我现在流离失所, 全都是因为你, 你必须为我们的处境负责, 阿祖法毫不退让, 反驳道这完全是你自找的, 如果不是因为你之前做的那些坏事, 你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 康特之所以这样对待你, 也是有原因的。 康特的妈妈似乎完全无视阿祖法的话, 转而对吉尔纳下达指令, 把这些砖块搬到旁边去。 我们必须在这里住下来, 这是我们的家。 阿祖法对妈妈的固执感到束手无策, 内心充满了无奈和焦虑。 就在这时, 摄影师也忍不住插话了, 他让康特的妈妈立即离开这里, 否则我现在就要报警了, 你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, 这块土地与康特毫无关系, 更别说是你了。 然而妈妈依旧我心我素, 声称摄影师无权干涉她的家事。 明天我就要带人过来, 我们必须在这里住下来。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, 妈妈最终还是离开了。 此时的阿祖法, 心情低落到了极点, 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复杂的局面。 阿祖法将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, 详细告知了康特。 康特听完后, 顿时怒火中烧。 他认为妈妈太过分了, 妈妈和吉尔纳怎么能这样做? 康特打算把那些砖块 全部还给妈妈, 绝对不会允许他们 擅自在我们的房子里居住, 他会想办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。 感谢观看。